大家好,我是雅琪,我是AI的藏医生 大家應該聽得到,我可以講大聲一點 其實剛剛聽大家介紹的就是 秋安試用款沒有很多我們小認識的事 其實我們應該要先連落實改惠,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最近都在忙些別的事 其實為什麼會跟這次秋安試用款想要認識 因為今年12月的時候 因為裡面可能有些人比我們還要認識AI或國際特色組織 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不知道AI是什麼樣的組織 那我就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國際特色組織就是我們其實是一個人權團體 然後他是在救援,他是從救援良心犯起家 就是說良心犯的定義就是說 他是因為他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是種族 或者是政治知識等等 然後他被他的政府就是抓起來 因為管到監獄裡面 那AI就是每一年都會有一個血性馬拉松的活動 那他在那一個年初選出12個救援的個案 那有一些是個人,然後有一些是一個族群或一個社群 那今年呢,就是秋和順他是被全世界這麼多救援的個案裡面 被選為全球需要生源的個案 而且他是因為其實每兩個月我們都會有全球生源的個案 然後會有八個案子 那平常也會常常會有一些緊緊救援的個案 然後會有我們台灣秘書處這邊翻譯成中文 然後放在線上 我想應該有一些朋友有在看我們的網站或者是Facebook 那就是血性馬拉松他之所以很重要 是因為除了這兩個月的全球生源之外 每一年他就是在這麼多的案子裡面 他長期的關注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人權受辛亥的意義 那這個案子被認為是有全球重要的策略的關鍵 就是我们需要也研究的个案 那血性马拉松再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就是我可以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说 目前在这个案子上 我们首相有的一些硬体 或是软体的资源 那因为就是在三在资源共享的地板 就是希望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大家讨论说 觉得适合我们制光款使用 那我们都完全就是开放 就是让大家来使用 那如果大家觉得说讨论出来觉得 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些idea 让我们可以去做别的也ok 就是没有说一定要怎么使用 我们只是先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个 今天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 是在刚刚我说的12个个案里面 秋何说啊 因为其实我们的总部会调查世界各地的分会 就是大家到底要做哪一些个案 因为每一个分会它偏重的主题可能不一样 那大家全球的分会参加线上的这个就是登记以后 发现说有五个是全世界最多人想要参与的个案 那秋何顺是其中一个 所以这五个个案 这五个个案呢 就会被放在那个我们总部伦敦的官方网站上面 是做全球的线上联署 它就是已经脱离各分会跟区域的层次 它是被选出来作为就是全世界神人的对象 那我们这边待会可以给大家看就是有的一些印底的资源 就是包括有海报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 有点像大家可以动手做的灯笼 然后它有一个指导大家要怎么把那个灯笼架设起来 就是它把印表基因出来 然后做个灯笼网里面放一个蜡烛这样子 那就是这些也都可以分享给就是私盖会的朋友 还有丑拉的灯笼网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然后我待会再讲 就是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看 对 对 就是第一人是我的同事嘛 刚刚有介绍 他是我们主行秘书 那目前AI秘书处就是我们两个工作人员 那11月可能新的秘书长会来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两个要包办这个事物 就是合作非常密切 那这个是呃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就是邮票的 然后是12个个案都会被做成像这样子的 然后再来是有一个海报 就是针对各个个案的一个海报 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呃如果大家觉得说有需要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翻成中文然后做中文的印刷 这是我们平常惯用的方法 呃然后这个case的个案翻译 其实就是他他就是很简单的有个说明 那今年这个case他就是在全世界发布的时候 除了有写信给就是总统马云九之外 还有就是有刘 我觉得除了本本身的一个演络方式 所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是会有大量的信件 从全世界各地寄进来 然后寄到马云九的的信箱 然后也会有一些是显野丑和顺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他发动这个全球的网络动员的时候 会非常惊人的世界的困战 呃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叫他怎么做灯笼的 对一个视作 我们可以介绍大家看灯笼 我们可以直接看灯笼做起来自己吧 就是呃这是灯笼的一个剪辑 然后这个是所有个案都会都在这里 就是这样子 对 呃因为呃为什么这叫血气麻松活动 就是因为血气声源特案 其实是AI非常严细然后传统的方式 所以这也是一个最基础的动作 然后是在呃 他会就是在呃人群日的时候 所以他这个期间是12月7号到16号 这是一个宣传海报,然后也是可以做成中文来使用。 那这部分,我们秘书处这边,因为我们没有决定说要做大量印刷的动作, 因为怕就是到时候我们印的都会海报,然后其实没有什么用, 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决定要印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各位如果有觉得说这些图啊,就是有需要使用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就是反正提供给什么大会,那之后我们还会有video, 那video是一个短短的,就是它会简介每一个个案, 那video在讲的时候就是会让大家用影音的方式了解这个案子是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会是中文字幕,然后就是比较简短的用一个就是比较快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进入这个case的状况这样。 那其实有那个分红纸做完的铺,长在那个头红, 那是这样的,对不对? 那这个在这边? 那这个在这边吗? 对哦,这边是很好看的。 这个是比较硬体的部分,那呃呃,我也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他分会他们跟我们联系的状况,因为在呃,刚刚讲是全球嘛, 那在亚太这个区域,就是其实非常多国家是除了救援秋和顺这个特案, 也是希望帮助台湾可以被刺,那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目标。 那所以亚太分会之间是只有讨论要怎么做,就是要怎么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来救援秋和顺。 嗯,那目前,因为大家都还没有仔细想谈这中间的细节, 那我这边会做的就是我会邀请亚太各分会的年轻人, 写一个有点像solidarity message,就是大家有一个团结的方式, 可能用他的语言,然后请他们写他们想要对台湾说的话, 然后我这边知道的是泰国分会,他们在10月就是全球反执行日的时候, 把秋和顺的个案发给一个剧团,那由这个剧团改编成剧本, 然后再接上演出,那我们会呃,就是像没有答应要给我们那个video,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说那个video是很远,然后照剧团演出, 还是说是嗯,就是画比较高的成本,就是精力拍摄, 但是这个video我们取得以后也会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就是泰国分会的部分,它是作为他们face影展, 有一个类似face影展,这样子影展的一个开幕活动, 然后灯笼做起来就是像这样,嗯,好的, 那这边是呃,我们资源的部分,那再来我跟大家就是报告一下, 我们AI秘书处这边会进行的写信马拉松的活动, 因为写信马拉松它不只是救援秋和顺一个个案, 它更重要的是在推广这种就是写信,然后参与人权行动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这边走在12个个案里面,我们有选了一些, 那我们还没有非常细节的知道说我们要怎么进行, 那我们目前的想法是我们会办写信趴,就是各个个案的写信趴, 那我们就是想要问问看各位资公款意见,那大家也可以讨论, 那比如说有一次的写信趴,我们可能就跟秋和顺的资公款一起, 那这一次可能就是针对秋和顺这个个案, 或者说大家觉得说要秋和顺的个案搭配另外一个个案, 那我们也可以讨论,那可能这个主题如果是搭配另外一个个案, 可能就是比如说良心犯,或者是其他也是入狱的人, 这样子有一个搭配的主题,那这是一个提议, 那我们其他会办一些写信趴,那我们其他选的个案, 有一个是瓜地马拉的个案,它是呃就是对女性的暴力, 就是有一位15岁女孩,她遭受性侵,然后就是致死, 但是她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那她慢慢一直在帮她寻求正义, 但在这个案子上都没有任何人被查办,或是被调查, 那我们会选择这样子的,然后因为瓜地马拉一直到现在, 还是有非常多女性,她都就是受到暴力,然后致死,或是失踪, 所以我们应该会选自己的案子,然后还有一个是奈吉利亚的企业社会责任, 就是Shale的案子,这个可派石油公司,然后污染这边的环境, 然后致死那边的居民可能没有,她的生活,还有她的工作权, 然后居住权受到影响,那另外一个是因为台湾社会这一年来, 发生非常多拨欠的个案,所以我们会选一个罗马尼亚, 有一个对罗姆人社去拨欠的案子,那这是我们几个会选的个案, 那当然秋和松安是我们一定会关注的一个案子,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就可能会透过写信他的方式, 就是可能某一次是校园场,那我们的主题可能是反对对女性的暴力,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那一天可能就是针对王丽玛拉这个个案做救人, 那可能就是询问各位的意见,看大家觉得说要不要有一次是写信趴的一系列, 然后有一次是跟资感会或者是秋山之光团合作,那这是一个提议, 然后大家可以讨论,那另外一个就是邀请大家,就是看大家愿不愿意, 因为我们也会邀请我们AI的小组,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我们是不是因为很多信会有来台湾,那也有很多信会寄给秋和顺, 那是不是说我们有一个谢谢大家,或是说跟全世界打招呼的一个video很简短的, 然后是一个message跟其他各国的人交换,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介绍大家是秋山的志工团,然后让全世界只要说, 其实台湾本地的NGO就是成立了一个执法性的志工团,在灌注这样子的案子, 那这是另外一个提议,也可以再跟大家讨论,那还有就是刚刚提到就是会有非常多的信涌入, 那就是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讨论说有什么方式是,因为寄给马英九可能我们就不知道他怎么处理, 但是就是寄给就是阿顺本人的,就是大家可以讨论说, 欸后续有没有什么方式,或说回应啊,或是什么, 非常多,之后应该会有更多, 这边是一部分, 那这个写进马拉松会到明年二月,它都是, 虽然那个期间是有七号到十六号十二月, 但是因为这个写进马拉松的案子,从十一十二月,然后一二月, 在我们的WIRE杂志,就是我们全球的杂志里面,它都是会持续深远, 所以我想应该到明年都还会有信, 那我这边就是,简短报告到这边,那记得你们要补修, 好,对,那他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或说我们可以讨论, 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要先离开,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讨论,对, 有什么问题, AI把这个邱和顺列为十二五个集系要救援的, 那目前有什么样的活动? 什么样的集中? 就是,呃,在刚刚总部方面,我们就说它因为各个分会统计出来, 然后说这五个是我们认为,呃,就是大家想要最想要救的五个, 所以这五个会发线上连书,那因为其实AI是一个草丁组织, 所以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取决于各分会,那我们目前收到的讯息, 各分会对吴秋和顺的案子,尤其是亚太的分会,是非常的投入, 那只是说大家会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我刚刚举例泰国, 它可能就是剧团演书,那有一些比较最一般的处理方式可能就是线上演书, 这是最,呃,可能它会没有特别琢磨的方法这样, 但是所有的亚太分会在我们上次开会的时候都答应就是, 就是都表示说他们会做这个个案在马拉松的时候, 所以他们有一些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户外的一个活动, 然后会放影片,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有烛光晚会啊什么, 就是各分会的状况不一样, 你会把那个AI传单传给大家一圈啊,对,是新年做的。 大家好,就是,呃,我是施改会的肖一银, 施改会全力支持这一次秋和顺庵自公团的活动, 那我说明一下,我自公团是从今年的二月开始, 正式运作,那从那个费方,由费方来召集, 那大家运作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 那我们中间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帮秋和顺, 他在去年国际AI,因为他的死刑地面, 所以发动了一个紧急声援的活动, 那秋和顺自己接到了很多来自国际朋友的信, 那秋和顺有一个非常非常在意的事情, 就是所有写信给他的人他都希望回信,所以呢, 他真的,国内每一个写信给他的人他都回信, 可是呢,他说很抱歉,他看不懂外文, 所以呢,他就跟我们联络中, 然后可能会帮他回复这些国际的朋友, 所以我们后来就也协助他, 那信是他写的,我们把它翻译, 然后一封一封,那诗改会占助游资, 我们就按照这上面的地址, 一封一封的寄回去, 所以我心里暗暗在想啦, 这一次啊,国际特资组织全世界200万会员, 这么多分数,可以调选出来说秋和顺是前五个案件,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贡献, 大家给自己鼓掌声, 那我们这一次会碰到招募志工, 因为我那天,我们之前也想说啊, 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有这个, AI有这个大型的行动, 所以我们预估啊,秋和顺应该会收到很多, 数以万计的信件, 那我们上次这里回来大概300多工, 好,这是想说,哇糟糕的, 要来一两万封怎么办? 好,结果呢,我们跟他们在聊, 你跟我说会来多少封? 就是真的会, 就是,对,因为现在已经300万会员了, 对,好,300万会员, 所以他就要几十万封, 不是几万封,是几十万封, 然后呢,那时候我心里还有一个想法, 我们大家现在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你看好,国际上这么多朋友关心臭尔寸, 那我们台湾自己,至少国际上寄来几封, 我们台湾应该要寄几封去啊, 那如果说,国际上寄来, 我那时候寄来一两万封, 我们应该用一两万封的那个, 别属性, 也寄进去, 宣言错, 是否很记得总统, 可以了解, 但是那天听到, 我们那个要寄几十万封来, 我想, 不可能北中南东都要这个, 制宫团的分配, 对,要全台大陆, 那是个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这是一个好事情, 那全世界都关心我们台湾的人群状况, 关心阿盛的状况, 那我们更不能够, 他们不放弃, 我们更不能放弃,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一开始, 今天, 我们要开始我们这一次, 施工团的工作, 等下我们有一系列的那个, 活动要开始, 那那你们还要,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问一下, 就是, 如果大家有新的提议啊, 或是什么, 都可以联络我们, 那就是, 一名的这边还有, 大家都会知道我们的联络方式, 所以真的很欢迎, 就是, 有各式各样合作的提案啊, 或者是, 那因为AI这边, 真的能力有限啊, 就是真的只有我们两位, 那我们就是, 刚刚的那两个提案, 那如果大家有别的提案, 我们可以再讨论啊, 好, 那你的提案, 我们都会再讨论, 因为我真的新的施工, 那我们先进行第一次的活动, 之后我们就可以这样, 好, 我们只嫌提案太少, 对, 我们需要多一些提案, 多一些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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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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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nds say thank you. 我的贵唱一定是任何容的?